上次还是你们社团活动 需要缺个男伴 你怎么就去演他男朋友了 那么多朋友 他那么多朋友 他为什么要挑你啊 其实就是我们活动嘛 需要搭档 说那行吧 那咱们一起嘛 就搭个档 就一起 他说了咱们一起 他刚开始这么爱演 是别人拜托 别人一叫他演 他就演 等到后面呢 人家不用拜托他 他提脱别人 就是另外一个女生 说他跟他男朋友 就有点吵架 他想弃一下那个男朋友 那么多人 就他一个人 主动说啥 那我去演你男朋友吧 我去演你男朋友 气一下你的男朋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不是演的吗 又不是真的 你这样子说是演的 那其他的时候呢 那你前你有的事情 也是演的吗 怎么又知道 我前你有的事情啊 那次我们 跨个朋友说去吃饭 菜都点好了刚上 他就接了个电话 就走了 我说那些人怎么 接个电话不回来了 我就到门口等下他 他可着急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说 我现在有点事 我得走了 然后我很快就回来 然后呢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过天过程中 就我跟我朋友 他们就一直跟我 你对下来 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我就只能跟人家说 他可能家里有事 或者是有咋的 然后我就一直 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各种不回 各种不接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的 就一个女生来找我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下去 我就 我俩就坐对面 他给我说 那种挑衅可过分的话 说什么 不要以为 男朋友跟你在一块 就真的是喜欢你 他跟你在一块 不过就是因为 你身上有我的影子 他就是因为觉得 你长得跟我像 性格跟我像 才跟你在一块的 别以为你们感情好 我还不是一个电话 他就马上到我身边来 那天陪他吃饭 你去哪儿了 那天吃饭 我接了个电话 是我前女友打的 他说他生病了 他说家里面 没有人照顾他 想我给他送点药 我说那行吧 因为我想着 送药挺快的嘛 家这边打个车过去 那你为什么 没跟他说 送了你就不回来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你怎么就不正大光 没说你去送药了 这种事就没有必要说 这怎么没有必要 这是你前女友好吗 这就其实相当于 普通朋友一样 你去照顾人家一下 你给人家送一个药 你就回来了 回来吃饭 你普通朋友怎么那么多 你今天演一下 别人男朋友 今天就去给人家送药 演一演 那不就成真了吗 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呢 然后我就买了药 给他送过去了 后来怎么没回来吃饭 后来他不是 他躺在床上吗 然后也挺 感觉病了也挺重的 我说行吧 我说 没去医院吗 病那么重 他说不用去 我想着就是 感冒发烧 什么之类的 我说挺难受 我说你躺在那儿吧 你躺在那儿吃药 就好了嘛 然后我就给他 就是给他把药 把药给他 让他吃掉 然后我就准备走了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说 他说我感觉不太行 他说要不然你 就是你有什么事 你万一陪陪我 然后我想一想 我说 我说你请吧 我说我就在客厅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 叫我就可以了 后来我就 因为其实那天有点累 后来就睡着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就第二天早上了 生病了 怎么这么有力 第二天还来找我 那我怎么知道 你吃了药就好了吧 特效药 他说我来后 买小吃青鸿肉肉 就是看着他钱了 当时那个女的面 给我男朋友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 你现在过来 他来了 然后来的之前 我们俩就肯定会有一些 就是生气啊 或语言冲突似的 他来以后 他在站旁边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就看着我们俩人的吵 他们就在那吵你知道吗 吵出一个混乱 后来他们就 反正他们就 你干嘛了 我后来就拉着他们 后来就拉着小艺 我说我干什么 我你们坐下来 好好冷静冷静 把这些事说清楚 他们坐下来 好好冷静冷静 我感觉这件事没有什么呀 就是我给他送一个药嘛 对吧 我送个药 然后第二天我就回来了 对吧